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心二字如大伤疤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呼吸 他抬眼盯着承郁说道 如何两心 虽然大婚那日小白他出了太成功 可本君同他早已是夫妻 这夫妻之情是如何两心 本君是有错在先 本君是害得小白一次次伤心 可本君是不会同他两心的 承郁你去告诉小白 余生本君都是不会同他两心的 即便是本君与话也不会同他两心 他小白想要两心 除非他亲手杀了本君 即便是死在他面前 本君也不会同他两心 本君要见他 他一日不出来 本君便一日不走 说道动情处 东华帝君一时气急 猛地咳出了一口鲜血来 这些日子 他压根就没有好好咬伤 他成日成日的昏睡 就是为了能在睡梦中见到他的小白 地 帝君 看着东华帝君咳出鲜血来 私命和联颂赶紧上前 扶着东华帝君 元君 你再去跟小殿下说说去 私命一时不忍 毕竟帝君的安危牵扯极大 他无奈地对着成日说道 毕竟你和小殿下是闺蜜 你再去劝劝他吧 哎 也好 看着东华帝君苍白的脸色 成日无奈 叹息了一声 便又快步往狐狸洞走去 你的两斤二字 使得他一时气急 吐出了鲜血 回到狐狸洞 成日尚未走到白凤九面前 便张口说道 接着成日满眼哀伤地 将东华帝君的话 学给了白凤九听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成日 他早做什么去了 他就是摸准了我的性子 又在变着法子折磨我妈 他是不是就是觉得我好欺负 白凤九一听 帝君吐血了 他心痛地哭了 凤 成日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只是轻换着凤九的名字 他不想凤九为难 也不想勉强凤九去见帝君 毕竟他是眼睁睁地看着凤九 为帝君吃了多少苦 他清楚凤九的情路有多坎坷曲折 他不忍凤九继续受伤 成日 我不要见他 我怕我见了他便又信了他的话 我已经将我们青秋的脸面丢尽了 难道我还要再继续丢青秋的脸吗 白凤九悲伤极了 他哭的样子让成日的心难过极了 不见我们不见他 成日轻拍着白凤九的被安慰着 哭了两久 白凤九总算是止住了眼泪 他伸手胡乱地擦了把眼泪 对着成日说道 为了喜欢他我吃了多少苦 如今我定要他尽数还来 成日你将此话告诉他去 我就是不见他 他若是敢传我青秋 我便死在他面前 只要你不哭了 让我传什么话都行 成日看着白凤九止住了眼泪 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转身又走出了狐狸洞 不过这次成日可是带着 为凤九报仇的心态 来到东华帝君面前的 他将白凤九说出的字 一字一句的说给了东华帝君 本君不会闯青秋的 本君就在这里等 不管多久 本君都等着 谁让小白是本君的帝后 这次 不 是余生 本君这余生都不会让小白为难的 不管小白说什么 本君便做什么 余生本君都听小白一人的 东华帝君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他着实该伐 谁让他伤了小白的心 东华帝君的话 却让成日一下懵了 好在凤九没有出来 否则凤九定会被帝君的话 骗回一台成功的 连宋和斯密也被东华帝君的话 惊得一时不知所措了起来 连帝君哄骗小帝后的本事 着实够高的 难怪小帝后 总也逃不了帝君的魔掌 呃 不是手掌 斯密和连宋 用只有他们两人能懂的眼神 暗自交流着 成日不知道他是带着什么心情 回到白凤九面前的 也不知道他是带着什么心情 将东华帝君的话 又学给了白凤九听 白凤九听完成日传的话 便不再开口 他双目依旧空洞的 盯着面前的茶盏发呆 余生都听他白凤九的话 帝君 你这信口 胡说的本事 真是越来越低谱了 只是我已经不是那么好骗的 即便见不到你又如何 我有滚滚呢 洞外的东华帝君 对身边的连宋和斯密说道 连宋 你和斯密回去吧 本君在这里等着便好 这是本君的私事 你们就不要插手了 帝君 这 连宋有些为难 毕竟事关帝君 辞世体大 他可不敢这么轻易就离开 回去吧 东华帝君平静地说道 只怕本君不那么容易见到本君的小白 连本君也不知道 本君要受罚到什么时候 你们又何苦陪着我受累 东华帝君的话着实如此 只怕这小弟后一时也不会出来见他 连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帝君 那我和斯密便先离开了 带我找叶华那小子 让他跟白浅 为帝君说说行 东华帝君没有说话 只是对着连宋挥了下手 斯密对着东华帝君拱了下手 转身便跟着连宋离开了青秋 东华帝君站在青秋外 正对着狐狸洞的方向 他没有半思的交集 也没有半思的不耐烦 相反 此时他觉得心中有些隐隐的喜悦 原来小白是想让他尝尝他吃过的苦 这是不是就是说 只要他吃完了小白之前追他的苦楚 小白便会跟他回泰成宫 他堂堂的天地共主 何惧小白的这点惩罚 他觉得委屈便让他发泄便是 谁让他是他的小帝后呢 既然小白心中有气 那他便重新再来追求一遍小白就是 他定要小白重新体会一下被他追求的感觉 东华帝君这一战便是十来日 小白依旧没有出来见他的意思 一时间八荒六合中人人间知 东华帝君站在青秋狐狸洞外 求他的帝后白凤九回泰成宫 白滚滚坐在狐狸洞中 他眼看着双目盯着 手中书卷出神的白凤九道 娘亲 他爷爷和太奶奶去访友了 只怕过几日才能回来 你要出去看看吗 滚滚 你想要做什么便去做什么吧 不用扯上我 白凤九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他知道东华帝君在洞外 可是不吃不喝的战热 可他又不能跟白滚滚说什么 娘亲 滚滚有些闷 滚滚出去玩一伙吧 白滚滚已经从胡帝和胡后 还有米谷的口中 得知了他娘亲和东华的虔诚琐事 去吧 白凤九依旧怂拉着眼皮 心不在焉的说了句 嗯 娘亲 滚滚去完了 于碧 白滚滚迈着他的小短腿 走出了狐狸洞 一出狐狸洞 白滚滚便跑进了米谷的小厨房 白滚滚在厨房中 来来回回的扒拉着 找寻能吃的东西 索性还有些吃的 没有被风痕全都吃干净 这风痕自从来到青秋 如今他的真身胖的白滚滚都不想瞧上一眼 这青秋不但景色极美 就连水土也是极为养人 风痕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白滚滚将食物放在食盒中 又准备了一些茶水 还有一些干果 怎么说东华也是他的爹爹 他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爹爹 饿死在他的面前吧 还有他那个处处让他操心 并且口是心非的娘亲 自从他爹爹站在洞外的那一日起 他的娘亲可是从来也没有安心过 若真是爹爹死了 他的娘亲定是会殉情的 这凡事的细问他可没有少听的 这殉情的事情几乎很多凡人都干过 他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娘亲 可是在凡事待了这么多年 别到时他头脑一热也干起了傻事来 白滚滚提着一个大石盒 迈着像极了东华敌军的步伐 走出了小厨房 满脸愁容地叹息了一声 自言自语道 哎 既然爹爹和娘亲要闹 便闹吧 该操心的滚滚操着便是 摊上了这样 不让滚滚省心的爹爹和娘亲 滚滚还能说什么 白滚滚嘟着嘴巴来到东华帝君的身边 看着白滚滚来了 东华帝君有些意外 这么多天 他禁锢着想他的小白了 他都没有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儿子 滚滚 你娘亲还是不想见我 白滚滚还未走到跟前 东华帝君便张口问道 先吃饭吧 索性他爷爷和太奶奶去访友了 过几天才能回来 这几天我会来给你送吃的 白滚滚将食盒往地上一放 便开始将食盒中的食物 一叠一叠地拿出来 不想吃 东华帝君有些不甘心 他满眼竟是愁容 脸色既苍白又憔悴 不吃 白滚滚皱着眉头 盯着东华帝君 苍白的脸色道 东华你瞧瞧你如今这模样 哪里配得上我娘亲 你还不吃饭 你若是饿死了 刚好如了我外公的意 他定会给我娘亲 重新找个夫君来 到时你这轻声的滚滚 就得喊别的男子为爹爹 本君不许 白滚滚的话 让东华帝君恨得牙根生痒 本君绝不许小白另嫁他人 白意若改 本君定不轻摇了他 即便他是本君的岳父 本君也要收拾他 你都饿死了 还能收拾谁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白滚滚拿起筷子 塞到东华帝君的手中 快吃 东华 你若是倒下了 你的小白变成了别人的压寨夫人 到时滚滚也得认贼作妇 父尊这就吃 说着东华帝君往地上一坐 便大口大口地吃着爹子里的饭 此时他哪有昔日帝君的风范 白滚滚看着蓝吞虎咽的东华帝君 很是满意 他又倒了一杯水 放在东华帝君面前的地上 东华 娘亲虽然罚你 可他也没不许你吃饭 过几天 他爷爷和太太奶便回来 我若是被这两只老狐狸看得紧了 我会让风横给你送吃的 这风横可是极为忠心我的 他是可信的 你若是有话 就让风横带给我 嗯 东华帝君拼命往口中塞着食物 他这个儿子真是天心 他着实不该忘记 他还有个儿子 看着东华帝君将碗碟中的食物 吃了个干净 白滚滚又往东华帝君的手中 塞了一大包干果 藏起来 若是饿了便吃几颗来果腹 嗯嗯 东华帝君将白滚滚给他的干果 藏到衣袖中 他将白滚滚揽在怀中 声音有些哽咽道 滚滚 你恨不恨父尊 父尊让你的娘亲受了很多的苦 什么恨不恨的 你都是我的爹爹 白滚滚伸手拉着东华帝君的一缕银发 东华 你若是想要将娘亲追回来 便要先将自己顾好了 我可不想喊别的男人为爹爹 毕竟 这八荒六合之中 只有你和滚滚是同一发色 放心 父尊绝不会让本君的儿子 喊别人为父君的 这八荒六合之中 除了本君 无人敢做你的父君 东华帝君将白滚滚的小脑袋 轻轻地按在他的胸口上 嘿 白滚滚轻叹了一口气 他忽闪忽闪到大眼睛里 尽是愁拥 东华 只怕你的小白 没那么容易消气 不过这顿饭 倒是我在你的小白 默许之下送来的 当真 东华帝君一听默许 当下心中一喜 滚滚 小白知道你来给我送饭 他没有反对 他当然没有反对 我的娘亲 你的小白 可这八荒六合之中 醉口是心非的人 东华 你先熬着吧 待过几日 我与风和商量一下 看看可有别的法子来打动娘亲 把滚滚又伸手 拉扯着东华帝君的衣袖弯着 不过 娘亲这一关倒是好活 毕竟你还有滚滚 帮你看着娘亲呢 可太爷爷和太奶奶 这两只万年老狐狸 他们的这一关 可不是这么好活的 额 也得防着我点那个外公 你的那个岳父白亿 这只老狐狸可是巴不得将我娘亲另许他人呢 东华 你看看你 连一个在背后为你出谋划策的帮手都没有 怎么没有 父尊有滚滚就够了 东华帝君看着白滚滚这小脑袋中 竟然装了这么多事 伸手摸着白滚滚的小脑袋 苦笑着 父尊有你滚滚就够了 父尊信小白 他定会跟本君回去的 我也信你 若是你能早日和娘亲和好 滚滚便不用如此操心了 白滚滚抬起眼帘盯着东华帝君的脸 东华 你有什么想吃的便告诉滚滚 滚滚定会给你做的 滚滚 我 我想吃你娘亲做的糖醋鱼 东华帝君垂眸 他看着怀中软糯和他一模一样的白滚滚 只是 不知道你娘亲可会做给我吃 糖醋鱼 白滚滚从东华帝君的怀中爬出来 你等着 我这就去缠着你的小白给你做鱼吃 滚滚 小白若是不愿做 你也不要勉强他 毕竟他还在生着我的气 东华帝君从地上站起身来 有些贪心的说道 滚滚 其实你娘亲做的糕点和糖糊里也极为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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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